bleed 母音在EE这两个字母 所以EE念成一个E的音长音 我们念成bleed bleed这个字词类是属于不及物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流血 但是呢 这边Andy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他的动词三态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bleed, blood, blood 这是特别要注意到的 来我们看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bleed呢 to lose blood lose就是失去的意思 流失什么呢 流失血液 blood从什么地方呢 from the body 所以bleed这个字 你们发现它的动词叫流血 那它的名词就是blood 就是血液 就是它的名词 我们看那里去 That man is bleeding too much We must do something to stop it 那个男人is bleeding 他流血流好多 流了太多了 We must do something 我们一定要去采取一些行动 来怎么样呢 stop it 这it指的就是前面的血 流血这个动作 帮它直血 好 那就stop it 就是stop bleeding的意思 好 那这个字呢 我们其实呢 Andy这边呢 要帮同学呢 整理一些跟bleed或是blood 这两个字呢 有一些相类似的片语 有一些相关的片语呢 我们用这个机会呢 帮各位呢稍微整理一下 好 第一个常见叫bleed to death 好 这个bleed就是流血 对不对 to death death是死亡 所以什么叫做bleed to death呢 好 bleed to death呢 我们中文呢就可以把它翻成 所谓的流血字式 因为来不及输血 好 那是死掉了 bleed to death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个 跟blood有合上 组合成的chunk 我们顺便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记一下 第一个呢叫blood type 指的就是血型 还有另外一个呢 念成blood test 好 就所谓验血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常常在讲的 年纪大了 你要呢 特别注意到你的blood pressure 这个就是血压 好 那像这几个呢 是比较常见的 同学呢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一并把它记一记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bleed 不及乎动词 流血